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脸关上门 语气淡淡 没大没小 你妈昨晚睡眠不足 让她好好休息 徐凯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过 她有一个复杂的家庭 笑死 有钱人的家庭还能有不复杂 那时候我只想着泡她敷衍地点头 乖 再复杂也不会阻止我义无反顾地奔向你 她十分感动当场答应做我的男朋友 然后第二天就因为车祸失忆了 医院打来电话时 我还在酒吧跟闺蜜眉飞色舞的聊天 你知道世界上最耗的东西是什么吗 钻石吗 是18岁 话还没说完 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忽然响了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一道陌生的男生 请问是顾月小姐吗 这声音里戴利丝低沉 混着酒吧嘈杂的音乐声传入耳中 还怪好听的 是 你是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 语气沉静地说 麻烦尽快过来是中心医院一趟 徐凯出事了 我刚邀到手都没有24小时的 小奶狗男朋友出事了 我打车赶到医院 找到徐凯住的病房 她额头上缠着绷带 那张年轻俊俏的脸上 还有着好激促擦伤 病床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西装革履 神色冷峻 听到动静 徐凯抬起头看我 妈 你来了 我不敢置信 你叫我什么 妈 她皱起眉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你怎么了 我勃然大怒 正要撸起袖子 好好和她理论一番 站在病床边 宛如背景板的男人终于动了 她抬起手拦在我面前 汗手示意 顾小姐 有话我们出去聊 男人的手腕上戴着一只腕鸟 架至上百万的百搭斐力 她看上去最多三十出头 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脸也长得很是雏条 鼻梁高挺 薄唇清敏 那双眼睛看向我时 莫名带着一点审视和冷意 关上病房的门 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她告诉我 徐凯因为车祸撞击头部 现在记忆错乱 所以把我认成了她后妈 我嗷了一声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我叫徐锦 同姓啊 我了然地点点头 明白了 您是徐凯的哥哥吗 不 我是她父亲 轰的一声 我宛如对一道惊雷 当头披下 震惊地望着她 开什么玩笑 徐凯今年十八岁 你看上去也就三十 现在你跟我说你是她吧 她皱了下眉 我这才发现 她眉眼间的确是和徐凯有那么一点像 顾小姐 纠正两点 徐凯不是我亲生的 但的确和我有血人关系 还有她不是十八岁 而是十六岁 我眼前一黑 如果不是徐凯今晚出了车祸 这周末我岂不是就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医院一楼的咖啡厅 我和徐锦面对面坐着 这是私人医院 费用昂贵 就连咖啡的价格也高得离谱 我随便要了杯冰美式 价格就三位数 喝了一口 我皱起脸 差点没吐出来 比我的命还苦 徐锦坐在对面 又冷静地重复了一遍 总之 医生说徐凯这次受伤不轻 创造与她记忆相符的环境 有助于她的病情恢复 希望顾小姐可以配合我 我呵呵一笑 徐先生的父爱令人感动 只是不强 就在一分钟前 我已经决定和徐凯分手了 开什么玩笑 我今年才25 为什么要去给即将成年的前男友当后吗 我起身要走 徐锦栋也没动 只是在我身后不紧不慢地说 三千万 脚步生生顿住我扭头看着她 人民币 是 我不信 你立字句 然后她真的叫来了她的律师 就在医院的咖啡厅 当着我的面里了一份合同 合同上说 只要我以夫妻的名义和她共同生活三年 帮助徐凯恢复记忆 就可以得到三千万的报酬 税后 她会先支付一千万订金 三年后 无论徐凯是否康复 都会将剩下的两千万结清 签完字 她当场给我打了一千万 我数了两遍林 热泪盈眶地收起手机 爸爸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徐凯站起身来 淡淡地提醒我 顾小姐 从现在起 你需要改变一下称呼了 我从善如流 好的老公 没问题老公 我们现在去看儿子妈老公 三天后徐凯顺利出院 我收拾了东西 跟着一起搬进了徐家 位于市中心附近的独栋别墅 其实第一眼我就觉得徐金眼熟 后来几经回想 终于记起来了 她曾经作为本世杰出的青年企业家 上过财经杂志 想不到有一天 我还能和她扯上这种关系 一路上徐凯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小声说 妈 你要把我爸看景点 妈知道 如果不能阻止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至少也不能让她转移婚内财产 我慈爱地摸着我的好袋的头发 心情复杂 就在三年前 我还在脑海中幻想着一些不能播的画面 主角正是我和她 结果一转眼她小了两岁 我生辈了 不能再想了 再想下去就成小妈文学了 住进徐家的第二晚 我卷着铺盖搬进了徐锦的房间 屋内灯光暖黄 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正坐在书桌前翻着一本书 我大致扫了一眼 书里有几个晦涩的陌生名词组成 大概是什么有关经济学的读物 看到我手里抱着的被子 徐金挑了的挑眉 放下手里的书 顾小姐 我们只是演戏 你大可不必做到这种地步 我深吸一口气 语气很差 你以为我想吗 徐先生 我从不谈年纪比我大的男人 是徐凯仪整晚都在问我 和你分房睡是不是感情不好 我没法回答他 在他错乱的记忆里 我是他唯一认可的后妈 而徐锦峰留又花心 他贪慕富贵的女朋友们 个个都想登堂入室 挤掉我徐太太的位置 说到最后他眼眶都红了 倔强地看着我 妈 不管我爸有多花心 我都只认你一个人 唉 多好一小孩 可惜了 徐锦柔了柔眉心点头道 明白了 床让给你 我抱着被子在床上滚了两圈 倒头就睡 醒来时天色大亮 柔了柔心松的眼睛 我打着喝欠去一旁的洗手间 结果一开门就和徐锦装了正正 他衣衫不整 头发还在往下滴水 连睫毛上都挂着水珠 刚睡醒大脑有点迟钝 目光一路下移 我直到看到腹肌才反应过来 徐锦锤眼看着我 瞳孔里神色莫名 甚至我觉得 他就是在等我做出什么夸张闪躲的反应 好达成他的目的 于是我笑了笑 抬手扣着他肩膀 暧昧地眨眨眼睛 老公 今天不去公司吗 他看着我没动 我继续挑逗他 指尖沾着水迹 从肩头一路滑到胸膛 嗯 要不要试试假戏 真做 他勾了勾唇脚 忽然把我抱起来扔到了床上 我一个领域打挺跃起来 警惕地瞪着他 徐锦 这是另外的价钱 他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唇角微挑 顾小姐 我对自己儿子的女朋友没兴趣 这一举打平 他吹单头发 去旁边的衣帽间换了衣服 又恢复了那副金贵冷淡的模样 顾小姐 等一下有空记得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绕下这句话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床上发了会呆 拿起手机 果然有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通过之后 他一句废话都没有 只甩过来一个入群链接 是一中高三六班 竟然是徐凯学校的家长群 今晚家长会 我这边有客户走不开 劳凡顾小姐去一趟了 站在徐凯他们叫试能口时 我内心十分复杂 认识他是在小区附近的大学篮球场 那时候他骗我说他十八岁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 结果小孩 今年高三 妈 徐凯一看到 我就热情洋溢地扑了过来 我的座位在那边 桌面贴着我名字 结果我刚一落座 旁边跨着爱马仕的贵妇就开口了 你是徐凯的母亲 对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看着蛮年轻的嘛 我一边翻着徐凯片刻严重的考试卷 一边随口答道 后妈 家长会结束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 我落后几步 出去时正好听见他在和另一个贵妇摇耳朵 看起来比孩子大不了几岁 把人质得服服帖帖 怪有手段的呢 是啊 要不跟老师反映一下 跟这种小三上位的女人坐在一起 开家长会 我嫌跌分 显然说的是我 我扯了扯唇角 拎着我淘宝19.9包邮的帆布袋 皮笑肉不笑地从两个人中奸挤过去 结果 在他们不满的叫唤里 我回过头露出狐狸精的微笑 两位确实要多多保养了 说不定两年后 你们儿子带回家的女朋友就是我呢 外面飘着萌萌细雨 徐凯已经先一步回家了 我掏出手机 正巧看到闺蜜妙妙打来的电话 然后在他们惊怒的眼神中飘然而去 顾月 你人去哪了 一周都没联系过我 结婚去了 他向来喜欢信口胡说 但这一次真说对了 我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 拉开车门坐进去 对 开什么玩笑 你男朋友才18岁 都没到国家规定的法定婚龄 和他爸 这一次连见多识广的妙妙都沉默了 死一般的寂静后 他直接挂了电话 接着在微信上发来一家酒吧的定位 见面解释 我把地址报给司机师傅 就收起手机 把车窗按下来一点 感受着雨丝落在脸上的冰凉 我一直有晕车的毛病 所以走进酒吧的时候 胃部还残留着轻微的不适感 坐在卡座里 我把事情简单讲述了一遍 还给他展示了我银行卡里的八位数 其实 徐景比他儿子还要帅一些 可惜年纪太大 违背了我只泡弟弟的原则 妙妙一脸魔幻 你这是什么鬼斧神功的经历 那以后我们还能一起愉快地撩帅哥吗 我端起杯子 将整杯百丽田一饮而尽 只要不被徐景发现 应该就没问题吧 面前光线忽然一暗 我抬起头对上一张熟悉的俊脸 神情依旧淡漠 只是眼神泛着莫名的冷意 顾小姐 既然收了钱 我希望你至少能有点契约精神 酒精让我的大脑一片迟钝 人也晕沉沉的 看着徐景那张死人脸 我脱口而出 合同里只说我们是夫妻 没说不能出轨吧 很不巧 酒吧里流淌的音乐声 恰好在这一刻停止 而我的嗓门又因为喝醉台的有点高 在整间酒吧的注目里中 妙妙在我对面默默掏出口罩袋上 挡住了自己的脸 徐景唇角抽搐了一下 她俯下身把我抱起来 顺便把我的破帆布袋子挂在她壁弯 临走前还不忘转头对廖妙说 她喝醉了 人我就先带走了 我缩在徐景的副驾上 感受着她平稳的车技 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只是晕车 但不晕蓝伯基尼 这是什么小姐身子压还命的悲惨故事 车内一片寂静 只有淡淡的酒气流淌 我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窝着 转头问徐景 你不是有客户走不开吗 怎么会出现在酒吧 谈完生意准备离开 恰好看到你下车进了酒吧 就跟了上来 我眼前一黑 那我跟我朋友的对话 你听到了多少 前面正好有一撮红灯 她踩下刹车 一手搭着方向盘 转头看着我 唇角未勾 全部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装醉 不知不觉真睡了过去 回家时徐凯还没睡 她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看到徐景扶着我进来 就忙不迭地冲了上来 爸 你是不是惹我妈生气了 她怎么会去借酒浇愁 徐景面不改色地胡说八道 你妈是高兴 今天家长会你们老师特意表扬你了 说你进步很大 真的 徐凯将信将疑 徐景点点头 早点去睡 游戏少玩 这是最关键的一年了 不能松懈 她扶着我上楼 拐进走廊 在徐凯看不见的地方 我默然睁开眼睛 抓着她手腕把人抵在墙边 因为沾染了酒衣 声音浇得能滴出水来 老公 她垂眼看着我 今天我去开家长会 其他家长都说我是你的情人上位 我笑了笑 扬起下巴 一点点凑近她 你知道吗 一开始认识你儿子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撩拨她的 我以为她会冷着脸推开我 但走廊暖黄的灯光打下来 她眸色一暗 反倒捏着我的下巴 预备低下头吻我 耳边传来一点 游远极近的脚步声 那个吻最终没能落下来 只从我脸颊一侧 轻柔地擦过 徐景把我的脑袋 按在她肩上 转头看了一脸诧异的徐凯 她喝多了不舒服 我陪她再这些一会儿 徐凯点点头 继续上楼了 我在她肩头闷声笑道 好险 差点就当着你儿子的面 和她前女友接吻了是吗 她扶着我的脑袋 语气暗含警告 顾月 别玩这一套 我虽然酒品一般 但对于自己喝醉后发生的事 记得特别清楚 所以第二天醒来 记起自己借着酒一条 吸了徐景时 我很想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告别 她好像完全没放在心上 打好领带 转头看着被子簇拥中的我 顾月 我谄媚地笑 徐先生有什么吩咐 她眉头皱了一下 下周五晚上 如果你有什么安排的话 麻烦推掉或者延迟 我们要带着徐凯回本家一趟 哦 好的 因为担心要在所谓的本家留宿 后面几天 我待在家里 抱着笔记本狂码字 这期间妙妙还打了一个电话 怎么样 月月 那天被你老公带回去之后 有发生什么吗 能发生什么 外面那些阴阴厌厌还不够她应付的呢 虽然我没见过徐景 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接触 但徐凯错乱的记忆 总不会是空穴来风 下午 我去示意中接到徐凯 然后司机一路把车开到了 位于市郊的徐家庄园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豪华的住所 徐凯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和无措 主动伸手挽住我 妈 你别怕 谁敢为难你 我就对回去 走进客厅后 我被眼前的一大家子人晃得眼花 而其中最危险目的 就是站在最中央的徐景 屋内有点热 她脱了西装外套 露出里面的银灰细条纹衬衫 她的身边站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烫着精致的卷发 身穿浅银色绸缎长裙 正侧头浅笑着和她说些什么 看上去非常登对 听到动静 徐景的目光朝这边扫过来 看到我和徐凯挽在一起的手臂时神色一冷 而徐凯却更用力地握紧了我的手 妈 就是那女的打着和我爸青梅竹马的旗号 想把你从徐太太的位置上踹下去 青梅竹马 我顿时来了兴趣 原本还想在原地看会情感大戏 结果徐凯直接拖着我走过去 冷着脸叫了一声 爸 她还没应声 她身边的美女已经温柔地笑着开口 小凯今天也过来了 徐凯念无表情地说 夏阿姨 这是徐家我为什么不能来 美女表情一僵 徐凯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似乎别有深意 片刻后她语气轻易地开口 月月 你过来 我虎去一阵 但还是乖乖走过去 任凭她牵着我的手 把我介绍给徐家的重要亲戚们 其中一个穿金带银的妇女笑着开口 徐凯啊 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这好像也是你第一次带过小姐回本家吧 别的不说要做徐家的儿媳妇 起码要经过老太太许可吧 徐锦旦旦勾起唇角 笑意却丝毫未达眼底 大嫂说笑了 我和徐凯原本就不住在本家很少回来 作为我的妻子 月月只需要得到我的认可就够了 其他人的意见无关紧要 为了证明我们感情很好 她的手搭在我肩头 沿着后背曲线一路下滑 最终揽在了我腰间 她低头姿势仿若 耳语轻声说 靠过来 我麻溜已在她怀里 娇滴滴地说 老公 小凯学习辛苦 来的路上就说她饿了 什么时候开饭呀 对面的好袋冲我头来赞许的目光 徐家实在人口众多 一整顿饭吃下来 我连人都没认权 却喝着红酒 免费观看了一场豪门风云 这些人对徐瑾的态度 分明是又树立又忌惮 尤其是提到徐凯时 徐瑾的大哥大嫂 表情格外不自在 我也知道了那位 银群美女的名字 夏如 是徐家世娇的女儿 很显然 他们想撮合她和徐瑾 其实小时候 阿瑾和小如 是玩得最好的 徐家大嫂放下筷子 开始感慨 那时候还说 这两个孩子这么要好 以后两家肯定要结亲的 没想到 夏如也微微一笑 阿瑾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好像没有收到婚礼邀请 徐瑾神态自若 加了一只田虾 放进我盘子里 还帮我把散落的碎发 别在耳后 月月喜好朴素 我只听她的婚礼 就减半了 想到自己 面对那三千万十的嘴脸 我一阵心虚 连忙把田虾包好 有些讨好的放回徐瑾碗里 另一侧的徐凯声音冷然 我爸我妈的婚礼 为什么要邀请你 你算什么东西 徐凯 徐瑾淡淡开口 太没礼貌了 跟下小姐道歉 啪的一声 徐凯拍了筷子豁然起身 我凭什么跟她道歉 我妈在家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作为回报 你就在外面勾搭这种女人 给她气瘦是吗 撂下这句话 她气冲冲地往外走 我左右为难地看了两眼 还是决定追上去 秋日夜风戴着凉意 我没穿外套 冻得直哆嗦 徐凯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停住脚步 把校服外套 脱下来给我披上 门声道歉 对不起 妈 我生事又给你添麻烦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 没事 相信你爸能解决 坐在徐家花园的喷泉池边 我身上的外套还残留着少年的体温 他垂着头 语气有点难过 妈 我爸如果真的对你不好 你就和他离婚吧 那怎么行 还有两千万没拿到呢 其实 你爸对我挺好的 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 决定移花接木 当初我半夜胃疼 他冒雨买了要给我送过来 还有一次我们去爬山 我扭伤了脚 是他一路把我被下山的 这两件事的主角 其实是我和徐凯 但他现在失忆了 所以 听我这么说 他只是正了一下 这样啊 我点头继续胡说八道 你爸其实也没那么炸 外面那些都是旅馆 咱俩才是他的家 说完一抬头 郑主就站在一步之外的地方 垂眼看着我们 徐净说 走吧 今晚不在徐家留宿吗 被他那双眼睛一揪 我想到自己身上还 穿着徐凯的外套 莫名有点心虚 赶紧脱下来还给徐凯 徐凯不记得了 但我和徐净都很清楚 那段恋情的存在 哪怕只持续了短短一天 不用 我们回家 徐净说着 率先抬步往车库走 走了一步 又想起什么似的 把身上的西装外套 脱下来给我 冷就穿这个 从西装上传来 一股若有似无的木质相调 和少年清澈的气息 截然不同 我沉默两秒 扯扯唇脚果断穿好 回家后 徐凯去睡了 我抱着电脑好半天 心烦意乱 什么也没写出来 干脆去冰箱拿了罐酒 标到院子里 这才发现 徐净也在 四目相对 我举起手中的啤酒罐 这个不会要额外扣钱吧 显然我问了一句废话 他根本不屑于回答 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忽然道 我以为你会问我 关于徐凯和徐家本家的事 我只是拿钱办事 不该问的不要问这种事 我还是懂的 他唇角微条 你突然这么遵守合同 我还有点不习惯 我笑了笑 顺手把捏扁的空啤酒罐 丢掉走过去 撑着他身后的椅被俯下伸去 那天晚上的话 你都听到了 我惋惜地摇头 叹了口气 太可惜了 你这么好看 我都快忍不住 为你打破我的原则了 距离很近 他清澈的眼睛 像是月光下的弧面 对视的下一秒 他忽然抬手扣住我后脑勺 一用力我的嘴唇就贴上了他的 那就打破好了 这一声 比起他平时的嗓音 更为低沉沙哑 仿佛打开潘多拉磨合的咒语 一切都骤然失控 夜风轻柔吹来 带着惺惺点点的冰凉 却半点没减轻燎原的卓翼 我身上的酒气和他身上沉稳的木质香 渐渐支撑一团 分不清谁是谁 他喉结冻了洞 嗓音沙哑 顾月 先回房 我笑了笑 低头任头发吹落轻浮 故意道 别这么小心翼翼的 徐凯已经在楼上睡着了 听不见 人不能随便立flag 因为下一秒 我就听到身后传来的熟悉少年音 妈 回过头少年 原本明亮的眼睛里一片深沉 除了轻松睡意 似乎还有其他的莫名情绪 我缓缓起身 努力把表情从情动条整为慈爱 怎么醒了 做噩梦了吗 他盯着我的脸 好半场才说 饿了 下来找点吃的 我揉了揉脸 天冷 别在门口站着了进去吧 给你煮点宵夜 进门前 我心念一动回头望去 徐凯依旧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捡起了那个被我丢掉的啤酒罐 他看着我 神情恢复了一贯的淡漠 就好像刚才的意乱情迷 不过是一时错误 我抿了抿嘴唇 收回目光 四平八稳地走进厨房 给徐凯煮了碗泡面 还打进两个荷包蛋 他闷头吃面 很罕见地沉默着 一语不发 徐锦从外面走进来 神色淡淡地路过我们 目不斜视上楼 我坐在徐凯对面 闻着香气 忽然感觉饿了 于是决定给自己也煮一碗 然而刚站起身 徐凯忽然伸手抓住了我胳膊 你又要去找我爸吗 没有啊 我愣了愣 眼看徐凯眼中闪过一丝泥蟒 借了渐渐皱起眉 仿佛感受到某种痛楚般 松开了手 徐凯 你想起什么了吗 少年缓缓睁开眼看着我 轻轻摇了摇头 第二天徐锦初拆谈生意去了 然后一连好多天 基本都是早出晚归不见人影 起先我没放在心上 直到那天她早上刚跟我说 要去见客户 下午和妙妙出门 就撞见了她在陪女人逛街 是妙妙先发现的连忙伸手戳我 月月 那边爱马仕里的 是不是你那位便宜老公 我抬头一看 还真是徐锦 站在她身边 正对着镜子 比划一只金棕色包包的 正是夏如 一瞬间我忽然想明白了 她在夺我 可笑 太可笑了 人是徐凯认错的 演戏是她提出的 我从来只缺钱 什么时候缺过男人 我冷眼看着徐锦买了单 和夏如一人拎着一个袋子 走出店门 消失在视野里 吃过晚饭 妙妙收到她新男友的消息 去Lake House看演出 我心烦意乱去上次的酒吧 要了杯酒 刚喝了两杯 旁边忽然有个穿西装的男人 凑过来 自以为很帅地打了响指 这杯我请了 我不想理他 结果人追过来恼怒道 装什么 都来这里调男人了 还以为自己是纯情促女呢 本来心里就很烦躁 我抬手一杯酒泼她脸上 笑道 吊男人也是要看质量的 丑人不约 滚 男人大怒 抬手就要打我 结果举在半空 被一只修长的大手牢牢握住 灯光打下来 照着徐锦脸上的表情 冷得像是能接出冰来 男人疼得呲牙咧嘴 你放开我 徐锦不放手 甚至握得更用力 同样是西装 穿在他身上就显得很有气质 衬衫的袖口往上挽 腕骨突出 小臂肌肉线条格外漂亮 等他终于松了手 那男人已经满头冷汗 连狠话也顾不得放 狼狈逃走 徐锦低头看着我 回家 我跟在徐锦身后 上了他的兰博基尼 一上车 他就开了口声音冰冷 顾月 既然签了合同 我希望你能有点契约精神 哦 合同里只说扮演NF7 反正不被徐锦知道不就行了吗 我阴阳怪气地说 就像你带下小姐逛街那样 你看到我和她了 我没回答 其实不出意外的话 按照你们豪门联姻的套路 下炉才是徐家给你选定的未婚妻吧 他沉默两秒 之前的确是有这个打算 徐先生 我已经25岁了 有成年人待有的需求 既然你心有顾虑 我也没打算勉强 那我们就各玩各的行不行 他猛地踩下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扯了安全带 栖身过来 直直盯着我 顾月 你别 别什么 我挑衅地冲他扬起眉毛 别勾引你 别出来吊男人 还是别 后面的话没能说出口 因为他的嘴唇贴过来 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我喝了酒 他没有 每次都是这样 我喝醉了 才敢撩拨他 可他清醒地沉沦 安静的车内 手机铃声响起 他抽空瞥了一眼 等看到来电显示上徐凯的名字时 一下子恢复了理智 他接起电话 神情很快变得冷肃 甚至凛冽像是出窍的历解 我皱着没问 怎么了 他挂断电话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徐凯出事了 徐凯被绑架了 对方要的价是徐锦付给我的十倍 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多钱 他倒是很镇定 可以 但我要确保他的人 安然无恙 他挂了电话 立刻报警 接着打电话通知秘书筹备现金 让股东准备开会 我在旁边看着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在徐锦出门前 我伸手拦住他 徐凯会没事的 对吗 对 你早就预料到了 对吗 他眉应声 神色莫测地看着我 那双灌肠淡漠冷静的眼睛 一瞬间锋芒毕露 又很快隐眉不见 他抬起手 在我发顶轻轻揉了一下 等我回家 我等个锤子 就说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演演恩爱夫妻的戏 就能拿三千万 快赶上人家日线二百零八万了 接下来几天 我亲眼目睹 徐锦的大哥大嫂忽然跳出来 指控他通过领养的手段 吞并自己外甥名下的财产 接着徐锦公司的股价暴跌又反弹 他拿出警方证据 证明是那夫妻俩派人绑架了徐凯 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他手中的现金流 一派混乱中 夏家发出声明 说很快将会与徐家进行联姻 那天傍晚 我正坐在餐桌前吃泡面 徐锦回来了 他清冷的眉眼 兼韵着几分卷色 在落地窗透进来的金红色稀光下 看着我 徐凯的记忆恢复了 我点点头 吃完最后一口面 又捧着碗喝了几口面汤 最后摸摸嘴站起来 行李我一早就收拾好了 剩下的两千万记得打我卡上 日月 徐先生 好用的棋子应该值这个价吧 我笑着说 别赖账 我确实没钱没事 但互联网时代逼急了我 就把那份合同发给全网爆料博主和营销号 徐锦敏了敏唇 绷着下河线 一言不发 只盯定地看着我 估计这副贪财 拜金的肤浅嘴脸 已经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我回房把行李箱拖出来 离开了许家 徐锦梅追出来 几天后的晚上 我的银行卡收到两笔转账 加起来一共三千万 比合同约定好的还多了三分之一 我想大概或许可能是封口费 于是第二天 我就拖着妙妙去附近的新楼盘看房子了 他给我出馊主意 这么多钱 要不干脆买套别墅 一步到位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我住徐家这两个月 他们家别墅 每天要两个保姆一起打扫吗 说完这句话 我忽然有些出神 不知怎么的 想到上个月月初 保姆把玻璃门擦得太亮 我一头撞上去 砰的一声 脑瓜子嗡嗡地跌坐在地上 额头肿起了一大块 恰逢许锦从公司回家 他看到我这样 愣了愣 走过来扶起我 那张一罐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难得多了几分无奈 他让我坐在餐桌旁 去找了药箱出来 用棉签沾着消肿话鱼的药水涂 在那块肿起的地方 额头上传来冰冰凉凉的触感 我们一起掩养着头 看着许锦线条优美的下颌 忽然伸手抓住了他手腕 轻点呀 好疼 声音低牙吐字 有些含混不清 听上去仿佛撒娇 气氛在餐厅 暖黄色灯光 烘托下滑像不可控的暧昧 他动作一顿垂眼看着我 喉结上下滚动了一圈 分明有动心 可惜什么都没发生 他收起药箱 让我早点回去休息 然后自己进了书房 一整晚没回卧室 只是第二天起床后 我发现厨房的玻璃推拉门上 被贴了两张窗花 再也不可能 看错然后一头撞上去 保姆说 这是徐先生早上出门前 特意吩咐的 月月 妙妙的声音响起 我回过神 走 换个楼盘看看 最后我敲定了一套 八十平的两室一厅 面积不大 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窗外还能看到远处的人工湖 湖的另一边就是 许锦那套别墅的位置 走出售楼布的时候 天色江暗 外面零零星星 飘着小雪 妙妙突然有些迟疑地开口 月月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开心 哈哈 怎么可能 我笑了两声 把热气喝到冰凉的纸尖上 就演了两个月的戏 片酬四千万 我现在高兴得一蹦 都能上月球你知道吗 全天下的帅哥多的是 能白拿的四千万有几个 我想我内心那一点 不可名状的难过 大概是因为以后 做不到不会扔车的兰博基尼了 也没事 老娘现在有钱了 赶明自己去提一辆 回家后 我刚走到单元楼附近 边上忽然冒出个人影来 我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歹徒 刚准备喊救命 就对上一双熟悉的 明亮又湿润的眼睛 许凯 她从阴影簇走出来 站在灯光下看着我 姐姐 没叫妈 果然她记忆恢复了 我看着她微微发红的眼眶 心情有点复杂 徐景说你被绑架了 受伤了吗 没有 她安排的人接应我 她摇了摇头 语气微顿 所以你那段时间 配合徐景演戏 表现得像我妈一样 是因为她答应了 会给你三千万嘛 我点头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肤浅 虚荣 带精 且毫无深度的女人 寒风卷着细腻的雪花吹过 我不想再看她水蒙蒙的眼睛 裹紧身上的大衣 转身走进楼道 今年是你学业上最关键的一年 早点回家吧 回家后站在窗边朗下看 徐凯慢吞吞地往小区大门走去 背影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 像是被抛弃的小狗 然后一辆熟悉的兰博基尼 停在了她身边 徐景推开车门下了车 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什么 她忽然抬起眼 向我这边的窗口看过来 很远的距离 还隔着匆匆风雪 我却有种 她看到了我的错觉 眼睛颤了颤 随后他们开车也走了 睡前我收到了徐景发来的消息 顾小姐 我没想到徐凯会去找你 如果打扰到你 我替他道歉 真客气 我常弄得笑了笑 开始打字 口头道歉多没意思 给点赔偿金 徐景好一会儿没回 我还以为他嫌恶地把我拉黑了 结果他又发过来一条 我从来没见你花过 要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故意表现得很虚荣吗 我被戳中痛脚 一个电话打过去 我放着看不行吗 每天睡前看一遍银行卡上的数字 做梦都更有底气 怎么了 徐景 你给钱就给钱 还要管我怎么花吗 他沉默两秒 竟然跟我道歉 抱歉 更显得我很没素质 算了 那玩意儿我本来也没有 别道歉 也别再打来了 我挂了电话 有些颓然的仰面躺倒在床上 住在徐家那些日子 我泰然自若地穿着我祈求的睡衣 廉价地化仙毛衫 背着19块9的帆布包出入别墅区时 甚至被保安拦下过好几次 这些徐景都看在眼里 但其实就算不加徐景的那4000万 这几年起早贪黑的马字 我也存了不少钱 我只是怎么都觉得不够 只想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 一路往上涨 就觉得心里踏实 从前上学时的日子 实在太辛苦了 我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 和那种对愚昧父母宠坏的废柴不同 他很聪明 在我们那座小县城 是出了名的优秀 也因此家里 就算给零用钱 也是给到他手上 让他分配给我 我弟不会轻易给我钱 那时候我青春期长痘 想问他要钱买一只软膏歪图 他带着他那帮比我小的朋友 肆意取笑我 叫麻子脸 丑姐 笑完之后 他才会施舍般从口袋里 抽一张钞票扔在地上 我也跟我妈反应过 他把我弟叫过来 我弟满脸乖巧的 从兜里拿出钱递给他 除了姐姐要走的那五块钱 别的我都没有动 我知道爸爸妈妈赚钱辛苦 高中的时候 我住宿每周末回家 我妈会给我三十块 这是接下来一周的伙食费 后来上了大学 钱稍微涨了点 变成了一个月三百 我穷到刷饭卡的钱 要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再给你们增加负担 他确实聪明 我玩不过他 我一直以为是家里太穷 条件不好 直到我弟高考失利 没考上他心仪的清北 我妈拿出一百万 供他去英国留学 那是一百万啊 我为了节省洗发水 捡了寸头的时候 我弟在朋友圈晒空中花园 几十英镑一杯的咖啡 对钱的渴望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想办法赚钱 做个行各业的兼职 直到走上写小说这条路 发现自己还算有点天赋 稿费 板税 都被我存起来 也不是舍不得用 就是觉得没必要 我对物质的欲望 其实很淡薄 只是单纯喜欢钱 还有谈恋爱 我只谈比我年纪小的 年轻的真心 瞬息万变 我只需要享受他们的青春 不用考虑长久的未来 但这些橙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扯起来实在没什么意思 我也不想让许锦因此 就对我产生同情之心 他在我面前再三的失控和行动 才是对我的最好夹讲 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 梦里的场景不可言说 起先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 最后定睛一看 却变成许锦 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时 头痛欲裂 接起电话是我编辑 他说有个影视公司 看中了我两本书 想约我下周见面谈版权的事 困意瞬间被驱散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什么叫天降喜讯 什么叫好事成双 果然钱都流向了不缺钱的人 后面几天 我很有干劲地在家写东西 连廖廖约我喝酒都没去了 结果到了约定会 面对前一天晚上 我刚码完八千字 门忽然被敲响 是徐凯 外面冰天雪地 他却穿得很少 说话煎呼出白气 连指尖都冻得通红 我对徐凯多多少少有些愧疚 只能把人先放进温暖的室内 然后问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回家 许锦呢 大概是之前演戏延续下来的 习惯 面对他时 我说话总是不由自主带上了几分慈爱 他捧着一杯热水 抬头看着我 眼神有莫名的情绪闪过 他在陪夏如 哦 又是夏小姐 我点头表示理解 毕竟他们快订婚了嘛 你记忆也恢复了 知道他并不是你亲爸 就别闹小孩子脾气了 他抿了抿唇 像是忽然下定了决心 姐姐 你可以等等吗 我一愣等什么 等我今年毕业 属于我名下那些 徐家的股份就会彻底到我手里 徐锦能给的 我也能给你 只要再等半年就好了 如徐锦所说 徐凯的确不是他亲儿子 也的确和他有着写人关系 徐凯是他已经过世的二姐徐慧 留下的独生子 也就是徐锦的外甥 按照徐家大哥大嫂的说法 徐锦正是因为 基于徐慧留给儿子的那些股份 才收养了徐凯 这种豪门恩怨向来 是罗生门 除了他们本人 没人知道真相 我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 徐凯 我承认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就算在禽兽 起码的道德底线还是有的 不会对未成年人下手 谁跟你说我未成年 徐锦啊 他说你才16岁 他说谎 徐凯急得差点 从沙发上跳起来 忙不迭从书包里 翻了学生证给我看 再认识我前一个月 徐凯就满18岁了 但他骗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突然我想明白了 在徐锦心里 我就是个老禽兽 所以他担心我拿了钱 签了合同 又趁着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机会 再对徐凯下手 想用法律底线卡住我 我大怒 等徐凯离开后 立刻给徐锦把电话打过去 想了好几声他才接 不等他说话 我就怒气冲冲道 徐锦 你看上去人模人样的 思想怎么这么龌龊 月月那边传来的声音里带着迷蒙的醉意 反而让我愣了愣 你喝醉了 住在徐家那段时间我可见识过 徐锦分明是滴酒不沾 嗯 他轻轻应了一声 嗓音有些低哑 有点紧张 所以喝了酒 看你那么喜欢 还以为味道不会太差 我反应过来 他喝的是我之前去超市整箱采购的 放在别墅冰箱里没喝完的廉价啤酒 原来在我面前 能和我游刃有余地拉扯的徐锦 面对下炉时也会觉得紧张 不愧是青梅竹马 情欲和真爱 果然天差地别 我吸了吸鼻子 及时压下 心里起了个苗头的难过 没再说话 只是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打车前往约定的私房餐厅 车里弥漫的气味很难闻 我又开始晕车 越来越难受 一下车就扒着树干干呕了两声 等抬起头 才发现前方挺力量熟悉的深黑色蓝波基尼 怎么这要巧 徐锦今天也在这谈生意 还是来和下炉约会 我在心里大呼会气 结果一推开包厢的门 直接和他四目相对 徐锦坐在正中间的主位上 唇边勾着一丝若有四无的淡笑 编辑迎上来 热情地跟我介绍 小郭啊 这是咱们密钥传媒的徐总 就是他看中了你的七练两部曲 打算买下版权开发影视剧 我在他对面坐下勉强笑笑 没想到徐总平时喜欢看言情小说 他笑了一下 并不喜欢 只是顾小姐的作品恰好对了我的胃口 我一脸恍然大悟 哦 原来徐总喜欢追七火葬场 编辑表情都僵了 掏出手机 疯狂给我发消息 你没睡醒吗 这么对金主 你疯了 也是 跟谁过不去都别跟钱过不去 我平息了一下心情 冲徐锦堆出一个讨好的笑 接下来相谈甚欢 一顿饭吃到尾声 他承诺会以市场价的最高档位 买下那两本书的版权 我在心中暗中计算了一下 顿时看徐锦格外顺眼 端起酒杯 徐总真是太有眼光了 我敬您一杯 希望未来合作愉快 等我想起他不喝酒的事 他已经把一整杯香槟喝完了 酒意上冲 他肤色冷白的脸 也染上了一抹薄红 等我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后桌面已经收拾干净 包厢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闭着眼睛好像在醒酒 我捞起外套 准备开溜 身后却传来徐锦薇雅的声音 顾月 我转头看到他坐在原位 双手交叠支在桌面上 沉静地看着我 好久不见 我叹了口气 只好拎着包又坐回去 徐锦既然要公事公办 为什么不装到底 刚才是谈工作 现在是私人时间 我吃笑一声 徐先生 我以为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是结束了 但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交易 他淡淡地说 你这两个版权会是公司第一季度的重点项目 所以这就是你买我版权的目的 什么目的 我站起来俯下身 一寸一寸慢慢靠近他 唇角勾着笑 就算是重点项目 你身为大boss 这种合同也没必要亲自来谈 告诉我 徐先生 你要买我的版权 然后特意亲自赴约 是为了什么 香槟的甜香在呼吸间交缠 近在咫尺的距离 他看着我的眼睛 嗓音又冷又哑 顾小姐 在这种事情上 你真是半点不肯吃亏 我轻哼一声 全当他在夸我 说吧 我承认是想来见你 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 无可奈何的温柔 像是妥协了 我满意地坐回去 徐瑾 你一开始就知道 所以我也不装了 我的确多情又浪荡 但也有自己的底线 不会破坏别人的婚姻 他定定地看着我 既然要和夏小姐订婚了 就别再想着出来偷吃 他深海般清冷的眼睛里 有什么情绪一闪而逝 你希望我和他订婚吗 我冷笑一声 我说个希望 你就能不和他订婚吗 如果我说能呢 徐瑾 我今年25岁 不是5岁 我不想再跟他扯这些废话 齐身走了 这就是我不愿意 和这些老男人 谈恋爱的原因 他们往往因为成熟 和经验丰富 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瞎说 就像许瑾 昨晚还在跟夏荣约会 还因为紧张喝了酒 今天就能为了和我睡 编出不订婚的鬼话 过完年 我的版权合同签好了 版权费一到账 我就和妙妙去买车 大概是穷日子过惯的烙印 已经刻进骨子里 我到底没舍得买兰博基尼 选了辆十万出头的小车 还给妙妙也买了一辆 她不敢置信反复确认 最后热烈盈眶的一把抱住我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古人成不起我 不愧是汉语系的 没事就喜欢拽点文化 为了表示感谢 她提出要给我介绍个帅气弟弟 有多帅 有照片吗 我刚问完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竟然是徐凯的班主任打来的 说她在学校里和人打架了 让我过去一趟 我很想说我不是她妈妈 有事找徐景 但最终还是 开着我新买的小车去了 是一种 妙妙在车里等我 我急匆匆赶到老师办公室 迎链撞上徐凯 她脸上还带着伤口 见到我眼睫颤了颤 姐姐 我叹了口气 开始询问 为什么要打架 他们侮辱我妈 说她死了是活该 我一抬头就看到旁边 徐凯的班主任 那万分复杂的眼神 落在我身上 顾女士 您不是徐凯的妈妈吗 后妈 那徐凯对您的称呼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叫我来不是处理 她打架的事情吗 我不耐烦地说 既然如此 那就让那位同学 跟我们家徐凯道个歉 然后我们不计较 这是就算过去了 班主任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顾女士 是徐凯先动手打的她同桌 她往旁边一侧身 露出身后满脸挂彩的瘦小男生 和她一脸愤怒的爱马仕母亲 我一看 这不老熟人吗 我知道啊 那不是事出有因吗 我伸手把徐凯揽到我身边 抬眼笑了笑 这位同学和这位阿姨 知不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 说了这种话 这几年最好别走夜路 不然当心撞鬼 贵妇冲过来想动手 被我一把推了个量枪 后退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她心态崩了 当父 狐狸精 一天没男人都不行 连你妻子都不放过 你这种贱女人 放在过去是要沉堂的 我笑了 在她的破口大骂声中 走到她面前 蹲下身对着那张脸端 想片刻 然后一耳光抽上去 老四瓜 嘴这么臭 你也知道那是过去啊 新中国都成立多少年了 你还活在大清呢 她不敢置信 进而掏出手机 哭着给她老公打电话 我失去耐心 站起身 看着目瞪口呆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 没什么事 我先带徐凯回去了 如果那位同学 和她母亲还有什么问题 麻烦你联系徐凯她爸 徐凯 走 小孩一句话没说 乖乖地跟在了我后面 一出办公楼 我就忍不住叹气 当初为了泡她 我在她面前苦心经营着 优雅知性大姐姐的形象 后来受徐锦之邀演戏 也是个温柔贤惠的慈母人设 结果今天形象全无 站在校门口 我转头看着她 你们老师 为什么不联系徐锦 她陪夏如挑婚戒去了 说等一切准备妥当 就要公开订婚的消息 我承认我心里不舒服了一秒 但很快就被我压了下去 我等下还有点事 你能自己回家吗 她乖巧点头 行 赶紧回去别乱跑 离高考 也没剩几个月了 莫送她离开后我坐进车里 憋着一股怒气给徐锦打电话 她接了 徐先生 知道您爱得无法自拔 但一天不和女人约会不会死的 婚戒晚点挑未婚妻也不会跑的 莫名其妙被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我语气差到极点 不管是父亲还是舅舅 既然你是徐凯的监护人 麻烦对她上点心 可以吗 安静了两秒 她清冷的声音响起 出什么事了 我翻了白眼 自己打电话问她班主任去 说完我随手挂了电话 转头看向妙妙 她伸手帮我顺毛 别气了月月 我马上带你去见你的新男朋友 正好他们今晚有演出 就在白矮星Layhouse那边 演出 她点点头 对呀 其实就是我男朋友他们乐队的被厮守 185夫妻弟弟 今年才上大二 她点开照片给我看 是个留着银色狼尾发型 带choker打唇钉的男生 说实话有点过于朋克了 这要是真在一起了 我都担心她把我嘴唇刮破 一路驱车到Layhouse门口 我竟然看到了一道无比熟悉的身影 我看着面前西装革履 一只表比全场门跳夹起来 还跪十倍的徐景 差点怀疑人生 徐先生 你也听摇滚呢 周围一圈摇滚乐迷 头发五颜六色 头上绑着旗子 穿着文化衫 场地里已经隐约传来排练的鼓声 徐景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只轻轻汗手 嗯 妙妙迟疑地看着我 我冲她白白手 没事 你先去后台找人 我等会儿倒 她走后 徐景一手插兜 另一手拿出手机递过来 你电话没挂 我没心跳了跳 下意识声明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她的语气一顿 零零一如既往的平静 我却好像察觉到了 冰面下涌动的暗流 但我是故意的 预感到什么 我喉咙发紧 吞了吞口水 强行转移话题 你联系徐凯班主任了吗 来的路上打过电话了 哦 那她应该也告诉你了 我把徐凯同捉她妈给打了 她点了点头 没关系 我来解决 现在我来找你 是想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 转移失败 话题还是回到了我和她之间 她直直望着我 就算知道 电话不是你故意不挂的 但我还是立刻就来了 顾悦你应该知道原因 我知道 所以我冷笑道 上次的话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徐景 我玩不过你们这些老男人 既然已经去挑婚戒了 为什么还叫来招惹我 她忽然往前跨了一步 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抱住了我 温热的嘴唇贴在我耳畔 在我挣扎之前 她开了口 我的确去挑了婚戒 但不是和谁 是一个人去的 准备推开她的动作 一下子顿住 我有些艰难地说 就算这样 那天你和夏如约慧 还因为紧张喝了酒 约慧 她的语气有点疑惑 我很久没和她见过面了 上次确实因为紧张喝了酒 那是因为第二天要和你见面 我立刻反应过来 徐凯年纪轻轻 心机居然如此深沉 这个拥抱持续了很久 体温传递间 渐渐滚烫 吹过身边的夜风 也不再如冬日般凛冽 在许锦扣住我脑后 低头吻下来的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春天已经到了 旁边的场馆里 有歌声传出来 是皇后乐队的 Love of My Life 时隔三个月 我又一次坐上了 不会晕车的尊贵作家 我给妙妙发了条消息 转过头恰好和许锦目光相对 我说 别打扰许凯学习 去我家吧 她勾起唇角 眼中却没什么笑意 你还挺为她着想 我吃笑一声 是我为她着想吗 是你吧 前几次一看到 你儿子马上就把我推开了 我还当你是什么 真结烈男呢 她抿了抿唇 没说话 对哦 是谁说 对自己儿子的女朋友 没有兴趣 我不依不饶 她忽然叹过来 在我嘴唇上亲了一下 无奈地举起双手 我投降 然后驱车把我带到了她的另一处房产 也是别墅 地方偏了点 但院子里有个玻璃房 里面居然有口温泉 她的有钱程度 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 房内灯光昏昧 窗外月光混着夜风 吹动窗边青纱 她将我圈在怀里 稳细细密密落下来 气氛渐渐暧昧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猛地推开她 一跃而起 扑到桌边拿手机 怎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不满足的哑 存稿箱里没放稿子 今天还没更新 全景奖励差点没了 一个月六百块呢 我熟忍地操作着 把新章节复制发布 然后放下手机 回到许景身边 她原本清冷如高山雪的眼睛 染了一色 涌动的暗刘海 未完全退去 语气有些不满 我还比不上六百块 性质不一样 徐先生 别误化自己 我捧着她的脸 笑着亲亲她 大不了这一局我让你 结果她 声疏得不正常 引起了我的怀疑 她凝视着我的眼睛 滴滴开口 抱歉 是我不会 我眨眨眼睛 你以前没谈过恋爱 没有 她抿了抿嘴唇 忽然又低下头 吻我 声音很轻 仿佛撒娇 月月 你来娇娇我 事实证明 在商业上 格外有天赋的人 其他事也不会太差 窗外雨声 稀稀利利 下到半夜就停 云后 探出月光柔场 第二天我醒来时 楼下飘来 青田的麦香 她正在煎吐司 做早餐 十分贤惠 我踩着拖鞋下楼 其实我早饭喜欢吃大油条和煎饼果子 她把三明治盛进盘子里 推到我面前 下次给你买 我笑了笑 还以为你又会说 不健康的东西 顾小姐还是少吃点吧 当初住在徐家 我晚上给徐凯煮小米粥 笔直气壮地让他晚饭吃清淡点 然后等他睡了 就自己溜出去 去附近的夜市买小吃 还因为穿得太寒酸 拎着一份烤冷面回来时 被保安拦在了门口 只能给徐金打电话 让他出来接我 他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他神色冷淡 不健康的东西 顾小姐也少吃点吧 显然徐景也想起来了 他眯了眯眼睛走过来 低头看着我 这么记仇 记性好 没办法 他轻哼一声 忽然把我抱起来 转移到旁边的盐板餐桌上 冰凉冷硬的触感传来 仿佛预感到什么 我吞了吞口水 就听到他慢条思理地 开始翻旧账 也有人说 他不泡比自己年长的人 因为年纪大了 体力不支 我被他捐在臂弯里 笑着用脚尖勾他膝弯 是啊 我现在也这么想 很快我就后悔说了这句话 晚上我揉着酸疼的腰 和妙妙碰面 他问我 所以你真的和那个 便宜老公假戏 真做了吗 真的 他见多识广 不免开始叹气 可是家事相差太多 不一定能走得长远 谁说我要跟他走得长远了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和之前那么多个一样 谈恋爱而已 只想朝夕 真的 他有些迟疑 我还以为你真的动心了 是啊 我真的动心了 动心而已 又不代表我就能心无戒地地把自己的后半生和另一个人捆绑在一起 去赌他的忠诚和常情 我想 许锦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 所以关于这段恋爱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瞒着许凯 对版权的开发 进展得还算顺利 我和他的接触也因此变得越发频繁 白天谈工作 晚上谈情说爱 离高考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我买的房子成功交付 因为是精装修 我添置了几样家具家电 就搬了进去 许锦来帮我搬家 进门后环顾一圈 有点小了 怎么不买套大典的 钱不够吗 我说不够 你难道要继续给我打钱 他注视着我 当然 什么当然 有钱人的世界都这么随便吗 我挑了 挑没笑道 对我来说 完全够住 如果徐先生嫌弃太狭小 以后我们可以不在这边 然后 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嫌弃 接下来一星期 他每天都住在我这边 以至于徐凯甚至警觉地打来了电话 你这几天怎么不回家 徐锦面不改色 语气沉静地说谎 在公司处理合同 说这话时 他的手指甚至还停留在我腰间那颗痣上 我想到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也是用这么一副语气告诉我 徐凯只有16岁 结果是骗我的 我不是气氛破坏者 不想在这种时候提徐凯的名字 没想到他倒是先开口了 我以为你会问我关于徐凯的事 崩到极点的暖昧瞬间荡然无存 我叹了口气 回身给自己倒了杯水 没什么可问的 从已知的信息里 已经能推测得七七八八了 无非是徐凯有一个花心风流的父亲 和对此无能为力的母亲 而徐锦跟徐慧的感情应该还不错 所以在他过世后 徐锦把徐凯接到了自己身边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 这种类似的豪门剧情 我甚至动笔写过 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残酷 徐锦抽了张纸巾 按在刚被我咬破的嘴唇上 语气依旧平静 却带着一点冷意 他父母过世的时候 徐凯只有八岁 但之前八年 他们夫妻都在无休止地争吵 所以他记忆错乱后 就觉得那些事发生在你和我之间 他父母是一起过世的 我立刻反应过来 盯着徐锦 脑中有了些不好的联想 他点了点头 你可以理解为殉情 或者别的更极端一点的 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我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也没关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在这套房子 验收那天 我难得发一条朋友圈 当晚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你买房了 怎么都跟家里人说一声 我明明屏蔽了他们 估计是哪个远房亲戚 看到了转述的 跟你们说了 有用吗 我冷笑着说 是啊 买房了 装修还缺钱呢 你和我爸得赞助点 我妈直接挂了电话 自从我弟被送去英国读书后 我就没有再回过家 我和我妈的关系本来就一般 这下更是一年半载都不联系 连过年都是和妙妙一起 月月 我回过神才发现 徐静已经站在了我面前 她吻掉我唇边的水渍 低声说 你没跟我说过你家里的事 没什么好说的 我放下水杯 养起脸迎上去 你就当我和徐凯一样 父母都不在了 就行 好像我每次立了flat 很快就会被打脸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加码字 门铃忽然响了 我以为是徐锦提前回来了 结果一开门 三道熟悉的身影 我爸 我妈 和发福的我弟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冷下脸 准备关门 结果被我弟伸手一把撑住 姐 你自己的拍的照片暴露了小区 可不能怪我们 至于具体哪一户 问物业不就好了吗 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啊 三个人 自顾自地走进门 连鞋子都没换 四下走了一圈满一点头 不错不错 虽然有点小 但做婚房也足够了 我妈看着我 顾月 我们给你弟介绍了个对象 女方要在大城市 有房财肯继续谈 你把你的房子腾出来 另另地口吻 我盯着他理直气壮的表情忽然笑了 结什么婚 他挪用了公司那么多钱 不早点去蹲橘子吗 我弟那点小聪明 小时候对付我很有用 大了就很不够看 去年他毕业回国 靠着英本学历 找了份还不错的金融工作 结果因为挪用了公司账上的钱去炒股 赔得血本无归 窟窿填不上了 对方要起诉他 我爸妈倾家荡产 思促求人 好不容易才让他免于牢狱之灾 但家里从此淡尽粮绝 我弟丢了工作 在圈子里的名声也坏了 今年他们大概是认命了 打算让他尽快结婚生子 传宗接代 又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 听我这么说 我妈爆跳如雷 冲过来就要打我耳光 我一把抓住他抽过来的手腕 低头盯着他 带着你儿子从我家滚出去 不然我就报警了 说着我掏出手机就要拨号 结果我第一巴掌打掉了我的手机 还一脚踩了上去 报警 你报省警 姐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以为警察会管这些事吗 一模一样的话 你以为爸会管这些事吗 你以为在我们之间妈会向着你吗 从前的很多年 我都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 但凡心理素质差一点 早就被他们折磨出精神问题了 我盯着他宁笑的脸 脑中最后一根理智的弦也绷断 我弟一声惨叫 捂着鼻子后退几步 留下鼻血 是我一拳打在了他脸上 我妈尖叫一声 扑过来就开始撕扯我 我爸和我弟很快也围过来 他们一家三口一起殴打我 在我买的房子里 太可笑了 眼眶一阵撕裂般的剧痛 有什么热热的液体流淌下来 逼在我唇边 混乱里 我好像听到了一点轻微的开门声 接着是许景冰冷至极 带着圣怒的声音 月月 身上压着的力道骤然一清 隔着被鲜血模糊的视线 我看见他一把 把我弟从我身上揪起来 按在沙发边上狠揍了几拳 我爸我妈那点力气 对付我足够 但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许景的拳头 眼看他还要再打下去 我轻轻地叫 许景 送我去医院 趁着他松了力道 我爸我妈扶起他们的宝贝儿子 连滚带爬地跑了 许景归坐在我面前 伸出手来碰我的脸 他的指尖在发抖 月月 强烈的疼痛几乎让我没办法思考 只能强撑的最后一丝理智 艰难地扯出一点笑 抱歉 招待不周 让你看笑话了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我从地上抱起来 塞进车里 一路加速到了医院 刚在一起 没几个月就让许景看到了这种事 我深感丢人 在医院清理伤口时还在拼命找步 新买的沙发 还挺贵呢 结果没几天就弄脏了 我给你换 诶 等一下没什么事你就回家吧 我感觉这伤口也不是很严重 徐凯马上高考了 我叫妙妙来闭嘴 他的语气怒到极点 我对危险还是保持着基本的警觉 赶紧闭嘴 医生用棉球把胡萝卜小半张脸的血 一点点清理干净 露出脸上的伤口 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伤 挤促软组织挫伤 最严重的是一道两厘米的撕裂状伤口 从眼尾一路裂到太阳穴 医生说 应该是金属划伤的 现在天气炎热 弄不好会流疤 徐锦神色凝重 当初他公司股价暴跌的时候 我都没见他露出这副表情 他让医生帮我处理伤口 自己去旁边给律师打电话 说要做伤情鉴定 然后准备起诉材料 等一切处理完毕 医生也离开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 明亮的白痴灯下 他走到我面前 在床边坐下 轻轻握住了我垂在身侧的手 我的指尖冰凉 他手心却一片滚烫 我垂着眼 笑了笑 我们刚在一起 没多久就让你见识了 这种糟心事 是不是还蛮下头的 像徐锦这样的人 最是理智清醒 一旦预感到某种甩不掉的麻烦 他应该会做出最果断的选择 我等着他说分手 或者用更体面一点的说辞 结果等来等去 等到了一个拥抱 大概是顾虑到我身上的伤口 他抱住我的力道很轻 想在我耳边的声音 却带着雷霆万钧之力 月月 这不丢人 没人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 和他们成为家人 是你的不幸 但这不丢人 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好缓缓地 一点一点抬起手 回报住他 我感觉到自己在发抖 眼睛湿漉漉的一片 泪水进入伤口上贴着的纱布 折得生疼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 试图斩断和他们的联系 除了妙妙 我没跟任何人提过我的家庭 我也确实做得很好 甚至有人羡慕地对我说 你性格这么好 每天都这么松弛 人生家庭肯定特别幸福吧 我只笑 不是啊 只是大家本来就是见色起义 当然会表现出最具吸引力的那一面 谁有空关注你过去那些悲情又冗长的破事 顾月 你根本就不会谈恋爱 你以为的那些只是调情 我不肯服输 难道你会 他摇摇头握着我的手 轻轻贴在他脸颊上 凝视着我的眼睛 我也不会 所以我和你一起学 因为纱布被眼泪浸透 最后医生不得不过来从心上咬包杂 他严肃地警告我们 再这样下去 会留疤 徐景拧唇道歉 医生毫不留情地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 饮食必须清淡 就因为这句话 徐景提出让我回徐家别宿主 这样每天三餐都可以严格遵循医嘱 那徐凯呢 他下月就高考了 不用管他 徐景开着车淡淡地说 事急从全 他自己的学业和未来 自己要有分寸 何况你家里人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住所 在律师提起诉讼前 还是躲着点他们比较好 不得不承认 他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出院后 我收拾了两个行李箱 搬进了徐家 第二次住进来 我已然轻车熟路 晚上我正坐在桌前喝响李粥 徐凯放学回来了 看到我他愣了一秒 然后大步冲过来 站在我面前 目光落在我眼尾那块纱布和脸颊的青青紫紫上 小孩眼神一下子冷下来 你怎么受伤了 被疯狗咬了 我抬手 下意识想弄弄好大的头 徐景端着切好的水果出来 在旁边冷哼一声 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已经不是之前演戏的时候了 于是默默放下手 没什么事 医生说好好养伤就行 徐凯在我对面坐下来 很担心地盯着我脸上的伤口 我想了想问他 上次我把你同学他妈打了 后来他没再找你麻烦了吧 他摇摇头 姐姐 我没事 你放心好了 徐凯 徐景走过来 屈指敲了敲桌面 去学习 徐凯一顿 缓缓起身 盯着徐景的眼睛 一字一句 知道了 舅舅 青春期的小男孩长得很快 站起来 已经快和徐景一样高 只是骨骼和体态 要稍微单薄些 他们面对面站着 那剑拔弩张的气氛 让我深感自己是个红颜祸水 最后徐凯还是上楼刷题去了 徐景在我对面坐下 插块雪梨送到我嘴边 我张口咬住 看着他脸上残存的几分冷意 忽然偏头笑了笑 徐先生 你这是在吃醋 他只是盯着我不说话 我忽然想起自己的脸 现在跟着调色盘似的 不好意思习惯了 我现在这么笑起来 是不是挺丑的 他摇摇头 握住我放在桌面上的手 贴着他脸颊 他哑声开口 不丑 我比以前更心动 盯着我的眼睛里一片侧然 像是山溅泉水 无比清烈 我的心跳开始不由自主地加快 抽回手站起身 我去洗澡了 结果躲在阳台 刚摸出烟壳 就被身后伸过来的一只手拿走 他淡淡地说 我就知道 我叹了口气 你和夏如的婚约怎么办 夏家都发过通稿了 他们只说和徐家联姻 并没有指定人选 何况我五年前就已经把公司独立出来 脱离了本家 他顺手把我的烟盒揣进他兜里 对我哀怨的眼神视而不见 我很久没有和夏如见过面了 以后也不会跟他有什么关系 但我之前碰到你在陪他逛街 在爱马仕 他转过头看着我 眼睛里多了些什么 不是陪他 是在演戏给大哥大嫂看 至于别的 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 把我带回卧室 然后从衣帽间拎出一个爱马仕的橙色袋子 他把袋子递过来 我拆开 发现里面放着一只奶油蓝色的包 他望着我 眼里的情绪像是某种无形的雾气 不留余地地包裹住我 那天去酒吧找你 看到你的包坏了 所以帮你买了只新的 还没想好 什么时候该送给你 他说的是我那个 磨到起毛的破番布袋子 这包我没拥有过 但写小说的时候查过 价格比我那辆车都高 我盯着徐瑾的眼睛 脑中忽然浮现出五个字 他是认真的 六月初由我小说改编的古装热恋剧正式开拍 我和徐瑾去参加了开机仪式 离开后 他接了个电话 回公司去了 原本我想去找妙妙 结果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拦了下来 夏如提着那只金棕色的爱马仕 冲我优雅地笑 顾小姐 旁边有家咖啡馆 我们去喝一杯 不必了 我叹了口气 咖啡馆有风险 要么我泼你 要么你泼我 这种剧情我都写了几百回 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他表情僵住 片刻后收起笑容 抱胸冷冷地看着我 顾小姐 你是聪明人 我希望你能是抬举一点 两家联姻是强强联合 对许锦的事业也会有助益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该为她着想 我不爱她 我爱钱 所以我要和她在一起 努力捞她的钱 我故意提着许锦送的包在她眼前晃悠 看着她气得发白的脸色 除非你能开出更高的价格 不然就请回吧 夏小姐 然后晚上许锦回来 当着我的面打开手机里的录音文件 里面传出我的声音 我不爱她 我爱钱 所以我要和她在一起 努力捞她的钱 她关掉录音看着我 我大怒 你们这些豪门的手段真脏 许锦勾勾勾唇脚 真的这么爱钱 在我说不出话的空档 她转身从书架上 拿出一份文件 递到我面前 送给你 好不好 我翻了一下 既然是那套温泉别墅的无偿赠予合同 我在做梦 我深吸一口气 把那份合同盒上 抬眼看着她 这是什么 分手费 徐锦眼神一冷 一个小礼物 我谢谢你 几千万的小礼物 我不再说话 直直盯着徐锦看 直到她不自在地偏过头 低声开口 怎么了 好像是个恋爱脑 不确定 再看看 没过两天 终于到了徐凯高考的时间 我和徐锦站在考场外等着 他帮我撑着伞遮阳 最后一门考完 一群小孩欢呼着涌出来 徐凯被他同学簇拥着 叫嚷着要去KTV欢唱一整夜 去吧去吧 我笑着说 终于考完了 是该好好放松一下 随便玩 姐姐 徐凯看着我 眼睛里闪动着某种 我无法去细想的情愫 不能想 回家的路上 徐锦一直绷着下河 一言不发 似乎有点生气 偌大的别墅里 只有我们两个人 徐锦来给我眼角的伤口换药 温热的指尖 顺着脸颊线条一路往下 然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失控 客厅内甚至还灯光大亮着 我有些艰难地吞咽了一下说 徐锦我们回房 他支起一点身子 注视着我 不 我忽然觉得这对话有点熟悉 好像半年前曾经发生过 只是位置颠倒过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 别墅的大门忽然被推开 徐锦恍若未决 继续低头吻我 从他身上传来一种熟悉的木质香调 和亲吻一起融进我鼻息间 徐锦 徐锦冲了过来 怒急地把徐锦从我身上拽起来 你趁人之危 你是故意的 我明明早就成年了 你为什么骗顾月 说我十六岁 没大没小 徐锦皱了下眉 从他那里抽回手臂 把刚才被我揉皱的衬衫整理好 这才不紧不慢地看向徐锦 你不也骗了他吗 我什么时候和夏如约会了 又是什么时候和夏如去挑婚戒了 最初那股金贵而淡漠的气质 从心毁到了他身上 我重来意识到 这样的徐锦其实是很有攻击性的 徐凯眼神闪了闪 无法反驳 只咬牙道 就算这样 现在我考完试了 我也早就成年了 我要和你公平竞争 徐锦吃笑一声 一字一句道 你没机会 就四个字 徐凯眼矿都红了 是我先认识他的 先来后倒不代表什么 何况我能和他在一起 也多亏你失忆后主动牵线 什么叫杀人诛心 徐凯盯着他 眼神渐渐染上凶狠 按照约定 现在我考完试 那些我名下的股份也该给我了 徐锦 你能给他的 我都能给 而且你从一开始就目的不纯 你敢说 从一开始我认错了他 而你出钱把他留下来 不是为了不拟的局吗 就连那些人会绑架我 你也早就计算好了 所以提前安排了人来接应我 我和顾月都是你的棋子 徐锦冷冷地看着他 徐凯 你最好弄清楚 我一开始照顾你 不是因为 看上你那点可怜的股份 而是因为 你母亲把你托付给了我 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但在养育你这件事上 我从来都问心无愧 徐凯眼睛更红了 他嘴唇颤动两下 到底什么都没说出来 转身上了楼 徐锦这才转身 垂下眼看着我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是故意的 他沉默了两秒 是 徐锦 这他妈算什么 他忽然单膝跪在我面前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那天你问我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是 我是吃醋 不光吃醋 我还嫉妒 嫉妒是徐凯仙认识的你 嫉妒你和他在一起过 哪怕只有一天 嫉妒你和他接过吻 我只亲过徐凯一次 就是刚确认 恋爱关系那天晚上 在路灯下 蜻蜓点水的一下 他却连耳朵都红了 问题是那天四下无人 徐锦怎么知道的 那段时间 徐凯总是往外跑 我不放心 担心是大哥大嫂的手段 所以开车跟着他 所以我和徐凯接吻的时候 徐锦就在旁边的车里看着 我默然许久才又说 徐凯说你在布局 到底是什么局 我二姐临终前 把他名下所有的股份 都留给了徐凯 委托我代管 徐家不少人 都在基于这些股份 所以几番协商 约定好徐凯高考完 就把这些股份彻底交给他 但如果在这之前我结了婚 就可以正式办理领养手续 到时候股份会不会还给他 就全有我了 大哥大嫂看到我带你回去 徐凯又这么认可你 生怕再也没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所以出手绑架了他 原来如此 我不再说话 客厅内陷入一片安景 徐锦望着我的眼神里 渐渐多出几分慌乱无措 月月 我回过神 那现在呢 现在 他说着停顿了一下 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 打开来钻石在菲丝绒上闪烁着意义光滑 那天去找你之前 我就已经挑好了求婚戒指 顾月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敲了敲徐凯的房门 半嗓没人应声 干脆推门走了进去 他果然没睡 握着一罐啤酒 有些颓然地站在阳台上发呆 徐凯 他回过头看到我 眼睫颤了颤 姐姐 我叹了口气 在他身边站好 然后道歉 抱歉 其实 这是 说到底是我的问题 我先来聊拨你 用一位眼禅 徐锦开出的价格 答应他演戏 姐姐 我没怪你 他抿了抿唇 我其实也没怪我舅舅 我知道的 他自己创立的公司 已经不比本家差到哪里去 根本不差我那点股份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像就是出了车祸 记忆错乱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什么都搞砸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 湿蒙蒙的像是眼泪 所以 姐姐 其实是因为我太差劲了 什么都比不上我舅舅 你才会和他在一起吗 当然不是 我毫不犹豫地开口 我和他在一起 是因为我爱他 出口后 是我先正住 我爱徐锦吗 我对他那点 见色起义的心动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生长到这种地步吗 这种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 让我觉得茫然和害怕 我知道了 徐凯的声音里分明 带上了一点哭腔 时间不早了 姐爷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脑子一片混乱地 往门口走去 房门在身后关上前 身后屋内忽然传来 徐凯的声音 带着一点哭过后的沙哑 就算这样 我也会一直喜欢你 门关上了 我正正地出了一会儿 神回到卧室 徐锦正坐在桌边 翻着一本书 神情很冷静 甚至淡然 完全看不出 刚才求婚被拒绝过 这已经足够让我躁动得 心一点一点冷却下来 我走到他面前 他听到动静 抬起眼道 你和他说完了 我点点头 昨天 赵律师打来电话 说对我爸妈和我弟的 起诉流程已经在走 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想明天应该就可以 搬回去住了 徐锦的反应很大 他豁然站起身 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 你说什么 我定了定神 徐锦 我觉得我们毕竟只是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就被他的嘴唇堵了回去 他在我唇间低声呢喃 带着一种莫名的怨气 所以这就是你不答应 我的求婚的原因吗 你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 他在说什么 我用力推开徐锦 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他 使你表现得这么冷静 我以为你求婚只是随便求求 被拒绝了也无所谓 有人求婚会随便求吗 他冷冷地盯着我 那你为什么要向我求婚 他闭了闭眼睛在睁开时 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所以想和你结婚 好像有烟花一瞬间在脑子里炸开 我正正地看着面前的徐锦 直到他从心低下投吻我 仍然没有反应过来 但身体已经对彼此很熟悉 下意识开始回应 这个吻持续了很久才结束 他额头抵着我额头 呼吸急促 真狡猾 顾悦 每一次都要我先说出来 谁让你求婚被拒绝 还表现得这么镇定 我才不肯承认 微微抬起下巴 说不定现在说这种话也只是骗我的 他扯了扯唇角 手一路下滑 扣住我腰后往前按 任命般开口 就是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免得你有压力 人直接跑了 之后想再求一次都没机会 你还挺有心机呀 徐总 我忍不住笑着冲他眨眨眼睛 那你要不要现在再求一次 试试看呢 然后在他顺从地再次单膝跪下时 主动把手伸到他面前 好啊 我们结婚 后来 徐景带我去挑婚纱 从事一间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敏唇盯的手机屏幕 神色有些冷然 怎么了 我想凑过去看看 他收起手机 没什么 一点小事 我保证今晚之前就能处理好 月月 你专心是婚纱 我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已经看到了 是贼心不死的下路 又找上了心怀怨恨的我妈 这对卧龙凤厨一起在网络散布谣言 估计是想去局子里陪我爸和我弟吃团圆饭 徐景能处理好 我收回心思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很久之前 大学时我在婚纱店做过兼职 有一天 客人很少的时候 店长 穿多着我们都来试试婚纱 还说每个女孩都有过穿着白裙子 嫁给喜欢的人的梦想 我那时候笑了笑 没事只是说 我才没想过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赚好多好多钱 多到用不完 然而时隔多年 我真的拥有了用不完的钱 也有了要嫁的人 我往前走了两步 看着镜子里 鱼尾婚纱的裙摆坠满钻石 徐景穿着西装走过来与我并肩 修长的大手轻轻揽在我腰间 白裙子果然很好看啊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